DSE2012ICT P1A MC第2题 这一题只有53%后生都答对 题目是问关于8bit ONCE COMPLEMENT 和2S COMPLEMENT的表达方法 基本上现在在电脑里面表达正负数 都是用2S COMPLEMENT 什么叫1S COMPLEMENT呢 其实是2S COMPLEMENT前一世的做法 如果我们先看2S COMPLEMENT 例如提供了10110这个Code 现在要找这个Code的8bit ONCE COMPLEMENT的表达方法 这里只有5.01所以我们要补述前面有3个0 即是0 0 0 1 0 1 1 1 0 现在要找它的TOOS COMPLEMENT 按Defination 我们将所有0转做1 所有1转做0 所以这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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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会转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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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后面0 1 1 0 就变成是1 0 0 1 然后我再将结果加1 那就是答案了 就会是1 1 1 0 1 0 这个就是0 1加1 1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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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0 1 0 0 1 就是叫做它的once complement 所以答案就是a for apple 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寻一次 我们先找一个code的tools complement 就是找它的opposite number 我们就将它的0变1,1变0 flip了它 再将结果加入 就是我们的答案 如果我只是flip 0和1,1变0 不加1,那就是once complement的比较方法 once complement就说了一句 已经没什么用了 你已经out了,obsolete了 而那些电脑的architecture 基本上是用tools complement 可以表达正负数 dxc2012 ict,pip1a,mc第七题 这题当年只有25%的考生答案 这题当年是问一个spreadsheet 一个冷字式 是一个cell的format feature 显示cellA1有句句子 I am a superman 它因为太长 就会随着b1的sell 即是变成b1的量 即是显示不到 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a1的句子 I am a superman 就变成这样了 譬如这个字 superman太长 凸出来的 就包到第二行里面 这个第二行仍然在cellA1的格里面 刚才就问 究竟abcd 哪一个就是action action的名字是什么呢 a merge cells 将两个cells 两个算算格 合併了它 这个就不是合併来的 这个不对的 因为merge cells 合併两个算算格 就是这样的 这本就有两格 merge cells 合併了 变成一格 就和上面这个是不同的 好 b1 string text to fit 将这字缩小 以至可以 配合到那个储存格的size 看上来都有一点似的 但是事实上 这个都不是对的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真的用string text to fit 应该会是这样 将i am a superman 的fond size 缩小 当然 这个spreadsheet 会帮你计数 它计算得正好 整句句子 刚刚是fit到这个cell的宽度 但是很明显 这个也都并不是 属于string text to fit 这个呢 其实你见到是分了两行的 这里只是一行而已 接着看看c rowheight 将这个row的高度 比如可能增加它 看上去都似层层的 我给你一点先 因为事实上这个row的高度 真是增加了 和这个原本before的比较 after你做那个action 是高了 但是呢 只是做这个 似乎又未足够 因为呢 如果只是增加rowheight 这个情况 应该会是这样 那句呢 i am a superman 仍然会压好column A column B 只不过呢 row的高度呢 就增加了 所以呢 rowheight 增加它呢 是需要的 但是呢 并不足够 所以呢 答案都很明显是D 加上reptex 要将些文字呢 包到下一行那里 而所谓呢 第二行呢 是针对呢 就是cell A1 里面的处旋隔壁 那reptex呢 基本上呢 在webprocessor里面呢 是经常会用的 一个功能 当句子太长的时候 而长度亦都是长 过一行的幅度呢 那多数力的字呢 就会包下去 wrap下去呢 下一行那里 所以答案呢 是D for dot DNC2012 ICT P1A MC第17题 这题呢 刚刚少过一半厚生呢 答对 这题呢 问关于computer hardware 那呢 他就说呢 要upgrade 一个电脑的RAM 由DDR2 2GHz 667Mhz的RAM upgrade 變成DDR3的2GHz 1333Mhz的RAM 那呢 他就说明呢 DDR3的RAM 它的data transfer rate 是高一些 所以呢 这样才叫做upgrade 即高一些的data transfer rate 这样才值得upgrade upgrade 那个的RAM 但我就问 当我们要做这个upgrade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考虑些什么的features 一些什么的因素呢 motherboard design 底板设计 CPU computational power power consumption 就是耗电量 D 就是ROM的size read only memory 的size 如果我们看看呢 那些桌面电脑 或者notebook电脑 用那些RAM 那个的外形 那这个就是DDR DDR2 DDR3 那现在都出到DDR4的了 那你记住呢 因为呢 当年这一年的题目呢 是2012年的而已 那都是出到DDR3 那现在我拍片的时候呢 已经是2022年的了 那所以呢 十年之后呢 就是基本上呢 这个世界都是不同了 那你会留意到 那么多代的DDR RAM呢 它们要插到底板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孔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了 大家看到呢 这个孔的位置呢 我们叫做一个notch 扣到motherboard的时候呢 一定要对一对这个孔位的 那我们可以参考这张照片 这条 我们将要插这条RAM 在motherboard上 那这个RAM的槽呢 这里有个突出的地方 就刚刚要对正这个notch 所以呢 我们用呢 哪一款的RAM呢 必须要图一条RAM槽呢 RAMSlot 这个呢 我们叫做一个RAM的Slot呢 是compatible才行 当然呢 这件事呢 亦都是跟整个motherboard 的设计呢 是扣连在一起 简单来说 由DDR2 upgrade DDR3 那这个RAM槽呢 或者这个motherboard 基本上呢 你要换了它 或者呢 你改的motherboard 所以这个答案呢 当然呢 A for apple motherboard design 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那当然呢 网上呢 我都见过 有些的 叫做ram的adapter 譬如由DDR2 转DDR3的时候呢 加上adapter 可以给你插在motherboard上 但因为呢 我拍片的时候呢 这个moment呢 我都没有实测过 即是实体测试过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的呢 所以呢 这个moment呢 我都比较难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 BCD都肯定不适合 譬如CPU的computational power 和这个ram 那个插的位置呢 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另外 和Power Power都没有太大关系了 C 那另外 D ROM size 那ROM呢 主要是用来储存 那个电脑boot机 即boot up那些program 那和upgrade的ram 都是没有关系 DNC2012ICTP1A MC第3二题 那这一题 都得420%后生 那一答对 那这个都是一个典型的 dry run pseudo code 的题目 那里面有一个array 叫AR 而题目就问 run完这个 pseudo code之后呢 究竟AR的第5格 是装着什么的内容呢 那我们跟回我们standard的做法 首先我们写下AR array的结构 用ind做一个index 跟着AR ind 那这里suppose 可能都要预留几格 即是它去到AR5 那我就写到index 就是1165 那这个array 如果未initualize 基本上我们assault里面 是没有东西的 跟着我们看这个seudo code 那里面有一个while loop 那variables 包括cnt ind 和array ar 那我们顺便写下 那些variables的名字 cnt 另外呢 做一个ind 好 我们开始了 cnt呢 入个1 所以呢 1 and then 跟着呢 ind 入个1 好了 跟着这个while loop while cnt实在100 cnt是1 1实在100 那当然呢 我们呢 就要run这几句的statement 好 第一句 就是cnt加2 放到cnt 那cnt是1 来的嘛 1加2是3 3呢 放到cnt 跟着呢 将cnt的value 就是3 入到arindex 那格 留意 3呢 入到arind 那是1 那这个moment 那这个moment 是1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ar1 呢 我们要入个3 那所以啦 ar的第一格 那我就放个3字 那里 跟着呢 ind加1 扣到ind 就是index 那就是index 就加1了 好了 回到这个while loop while cnt 1100 cnt现在是3 未有久到100 所以基本上 这个呢 我们不用太担心 这个while loop的条件 只要一路loop 这几句 起码 我想要loop5次了 因为呢 最后ind 要去到5的 那又再重复了 cnt加2 扣到cnt 这样呢 变成5 那跟着呢 ar的ind 就是第二格 ar第二格 入个5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5 and then ind加1 2 变3 那这里呢 loop了两次了 那现在loop第三次 那cnt又再加2 就是5加2 变成7 跟着呢 就是 ar的ind 就是第三格 入个7 那其实你可以见到呢 每一次呢 如果呢loop到中间呢 arind 呢 就会 入一个整数 而这个整数呢 是不断加2 的 其实就是cnt value 3 5 7 那入个7 跟着呢 ind又会加1 变成4 就是一路数字 那我们就会见到 一个pattern 就是基本上呢 不用再dry run 这些东西呢 我都知道跟着是 入什么数字 那很明显 跟着呢 9 11 那因为呢 我已经掌握了 那个规律 那但是 那开始那两三次呢 那真的要逐句 逐句追踪 逐个逐个 Leverables的内容呢 写出来 那就写了两三次之后呢 掌握了 规律之后呢 后面的那些呢 不用再那么仔细的了 那我去看这个pattern呢 就可以project到 那答案呢 就是ar5 是11 答案呢 Divordoc DX2012ICTP1A MC第39题 这一题呢 有53%效生的答案 那这题呢 当年呢 问呢 关于这个internet support learning program 在2011年 即已经距离 现在是11年前的 政府run的program 那呢 那我上网再查回 在odio run的 即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去推行 那那中文名叫 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那这题就问呢 究竟这些计划呢 是address一个什么的issue呢 即一个社会的现象 e learning 电子学习 digital divide 数码格核 e government 电子政府 或者web 2.0呢 那这里我们要逐个解解一个答案 譬如e learning 电子学习 即是什么来的呢 举例现在我们经常上网课 在zoom里面学习 那这个是用科技 帮助我们学习 那譬如zoom 网课就是e learning一种的形式 b digital divide 数码格核 那因为互联网发展很快 即是你上到网 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那但是呢 有些人是上不到网的嘛 就是家里呢 没有wifi 或者没有wifi蛋 甚至乎没有手机 那所以呢 没有得上网的人 他的光景很可怜 因为呢 他的落差呢 和有得上网的人呢 是距离越来越大的 那他们肯定在学习过程里面呢 就会输在气泡线里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叫 digital divide C E government 电子政府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本来传统政府服务 很多时候都是要透过面对面见面呢 才能够 譬如市民呢 拿到一些service 那但是现在呢 有些service呢 可以在网上进行的 最简单 如一些新事表格 以前面对面拿的 现在呢 可以用上网的方法呢 去download一个pdf的表格 来填了它 或者呢 就是预约打疫苗呢 那这些都是用地址方法呢 去得到一些政府的服务 那另外 第二个web 2.0是什么呢 其实讲到一个网站发展的趋势 即是当年呢 那网站的内容呢 就不是那个制造网站的人去提供的 而是用这个网站的人去提供的 即这些content是由那个user去建立的 那最简单的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那些基本上都是建基于web 2.0的模式 例如YouTube的影片 基本上是用YouTube的人去提供的 不是建立YouTube平台的人提供 所以说web 2.0 就代表一个user create content的一个年代 那所以回到这个internet support learning program 上网学习支援计划 究竟是关注着哪一个issue呢 他说明政府支援某些人的学习 说明是上网学习 他说明为协助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家上网学习 这个计划就会向这些合资家庭发放上网津贴 让他们使用上网的费用津贴 在家里可以上网学习 即得到这个机会 这个和制造内容无关 一定不是D 可能hide少少e government 不过都不是主要是他的concern 电子政府 A 好像有关系 E 用科技学习 但是更加核心的就是B Digital divide 数码隔阂 因为这个计划说明是协助低收家庭 学生在家上网学习 即他们家里付不起钱上网 或者没有电脑或者没有手机 減少家庭里面的学生 他们落后于其他可以上网学习 或者我们说减低数码价格 小提琴说原来当年这个计划 是由两个机构提供服务的 就是香港小龙群职会和有机上网 我自己本人都认识这两个机构的人 当年他们都是很给功夫去推动这个计划的 而我为何知道呢 因为在2012年我自己本人 都是参与很多学界的E learning的计划 想不到这题MC就换起当年10年前 小小我自己的回忆 好无论如何 最后答案是B4B 再见 好 好 好